新竹市长林志坚一大早就行程满档参加完忌孔仪式 接着再带媒体进行台湾设计展的开箱 不过对林志坚来说28号确实是一个好日子 因为早上远见杂志刚刚公布2020全国县市总体竞争力调查结果 新竹市的总体竞争力首度登上全国第一 终止了台北市蝉联八年的冠军记录 今天早上我们看到远见的这个评比里面 这个总体竞争力新竹市首度超越台北市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谓的台北障碍 大家都知道台北市台湾的首都 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台北市 那这样的一个成果是所有市民在自己的岗位上 战战兢兢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根据远见杂志的调查 新竹市的社会福利指标蝉联 全国第一名是最会照顾民众的城市 还有两项指标大进步 为经济与就业和地方财政 经济与就业排名第三相较去年进步三名 地方财政排名四名相较去年进步七名 那当然我也要格外感谢我们市府的团队 这将近六年来的时间 我们透过这个设计力导入公共建设 翻转了这座城市 让市民相当有感 所以未来新竹市政府会持续着 市政工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这样的目标来努力 我们希望持续让新竹市打造成一个 幸福宜居的城市 不只在社福面向蝉联冠军 新竹市在治安上则是名列排名第四 而自裁裁员成长率则是取得大幅要进 教育与文化则拿下全国第四 是非六都第一 此外其他各项指标也都位居全国的前段班 因此也可以说是新竹市的生活水准 在全国来说都是有着不弱人后的品质与水准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 好 太多了 好 太多了